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也是全球南方国家阵营当中的一部分 大家在说到 全球南方国家一起发展的时候 可能有这个概念 但你仔细去想 是什么纽带 把这些国家连在了一起 一起发展 它得有项目 用咱们中国的大白话说 得有抓手 这个抓手就是一带一路倡议 总书记一直说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 一带一路 它就是最大的一个开放 西部也好 其他的领域也好 原来的路可能到那都不通了 现在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 路全通了 听一下张老师的观点 过去讲开放 我们一直说是对全世界开放 现在有些人在说 中国什么开放已经收缩了 他们好像或多或少理解 这开放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开放 只对美国开放等等 不是这样 我们的开放战略非常清晰的 最开始是沿海开放 然后是沿江开放 长江 然后是沿边开放 然后是西部大开发 接下来就是一带一路了 就一下子把我们几乎所有的边境身份 都变成开放的最前沿了 而且从一开始我们就说 我们开放包括对西方的开放 包括对第三世界开放 包括对当时我们关系不怎么好的东欧和苏联的开放 那么现在这是整个的战略的延续 其实我们仔细回忆一下 邓小平80年代初讲过 我们的开放是三个开放 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 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 对西方国家的开放 那么现在一带一路 把另外两个开放又做大了 对西方的开放还在做 也没关门 所以这样开放就面积非常之大 第二呢就是开放的这个高度和深度 这个高度就是我们逐渐的开始比西方国家更开放 现在他们搞保护主义 我们搞自由贸易 真正在保护全球化的 对我们在做全球化的捍卫者 深度开放呢 就是开放到我们每一个边边角角 你现在你到一些西部的县一级 乡一级都能感受到 我到瑞丽去了十多次 那个地方现在形成了中缅的经济合作区 二十万缅甸工人在那个合作区上班 然后又通过缅甸出口欧洲出口美国 因为那里出口那边是低关税 缅关税 这样就企业就从几个角度 就可以把比较优势带起来 还可以帮助缅甸来拉动经济发展 你想二十万的产业工人 他们在中国的工厂里 他学习了这个生产的知识 他回去还能够形成一个带头人 就像你说的 他有了上岗证以后 和这个技术考核证书回缅甸 他比当地工人工资高 他的竞争力要强很多 所以您看 举这样的案例是告诉大家 我们要用开放的眼光来看 开放这么个事本身 我再补充一点 今天华尔老师也讲中 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通过一带一路 把整个全球南方带动起来 发展中国家 现在再来谈全球南方 已经不是我们过去 简单讲的落后国家 你比方说钢果金 你如果照人均GDP 它是典型的第三世界 发展中国家 但它拥有的世界骨矿的70% 中国布局的早 我们有那里的骨矿的50%的开采权 而我们现在新能源 是走在世界最前面 骨矿是电池的重要的原料 就是你纯粹从资源角度来说 钢果金对于中国的重要性 已经不亚于一个普通的欧洲国家了 而且这种情况 很多南方国家都有这样的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也是全球南方国家 阵营当中的一部分 大家在说到全球南方国家 一起发展的时候 可能有这个概念 但你仔细去想 是什么纽带 把这些国家连在了一起 一起发展 它得有项目 用咱们中国的大白话说 得有抓手 这个抓手就是一带一路倡议 是 这个发展中国家 对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好感 在我们国内体会不到 你能举个例子吗 巴基斯坦就是最明显的 首先你到这个巴基斯坦的国家的 这个最高的这个政府部门 它有一个机构 就叫中巴走廊办公室 是现在在巴基斯坦是最有权力的 影响最大的一个机构 所有的大的事情 都要经过中巴走廊办公室 然后你再往下走 它的这个中国的企业在那里建立这个产业园区 这个园区是中国的一大发明 这个全中国有几万个园区 现在在一带路上有四百多个园区 在巴基斯坦有好几个特别大 其中有一个是海尔园区 在那里雇了两万个巴基斯坦工人 然后从巴基斯坦生产的家电 到中亚到中东 把他们整个家电产业都发展起来 还有一个 我五年前去巴基斯坦 没有电 到什么程度呢 晚上十点钟很多城市 全部断电 黑暗的城市 没有电怎么搞工业 也就没有工业 但是现在二零二三年 巴基斯坦电力至极有余 出口中亚 出口阿富汗 出口伊朗 它怎么解决的 中国帮它建的电站 水电站 火电站 原子能电站 风电 太阳电 都有 工业就起来了 所以中巴走廊 真的是你不能小看 瓜达尔港的园区 中国企业进去了 现在沙特看了忍不住了 要在那里投一百亿美元 瓜达尔港就是 巴基斯坦的深圳 所以它远远不只是一个港口 对 它是一片特区 是一个大城市 是一个产业链 对 它产业进去了 人口也进去了 那么其他的商业 服务业也都起来 所以您看刚才 黄教授举这个案例 这处处充满了中国智慧 一带一路的倡议 它从一个愿景变成现实 这背后全是 我们的治理智慧的体现 我们一直说 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 是共商共建共享 这个共词很重要 我们发起这个倡议 但最后来实现 完成这个倡议的是 所有的参与方 所以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有时候 我们讲一带路故事 讲就是我们给世界 其他国家做出的贡献 这固然是很重要的 实际上对我们自己 也是很有帮助的 包括帮助我们 实现高质量发展 带动我们的很多产业 你比方说你去投资 到一个非洲国家 或东南亚国家 等等 你把这个中国的设备 带进去了 标准带进去了 这个列车带进去了 而且这是长线的 另外呢 就是如果你从经济学概念来讲 我们现在一般讲的 比较多是GDP 就是国内生产种植 如果你计算就是 换一个字表 就是GMP 就是国民生产种植 就你海外的 中国人的资产 也算进去的话 那一带路就增加了 很大一块 就海外市场体量之大 对对对 大的超出我们的想象 而且这个世界市场 并不是大家在 传统的想象当中 主要的购买方 来自于欧美 可能是包括 您刚刚说的东南亚 包括有其他的一些国家 你看这次这个 成都大运会 印度尼西亚总统 左科也来了 很有意思 他着急就是 在印尼投资的中国企业 在成都开了个会 他说请你们提意见 你们在印尼投资 遇到什么困难 我帮你们解决 对营商环境的改善 还有什么要求 对对对 他的样子也很像 基层出来的这个样子 左科很有意思 他说我们想引进 整个中国的完整的 电动车的产业链 他提出这样的要求 就一当你一个项目 做好了 这么大的项目 做成功之后 它展开的示范效应 还有辐射力 是不得了的 对这个产业链的引进 毫无疑问是互惠的 对 共建这个词呢 意义很广泛 其中有一个意义 就是怎么对西方国家 让他们参与共建 因为西方国家到21年开始 才认识到 他们也必须进入全球的基础设施市场 他们才想起来 现在欧盟正在跟我们商量 怎么样 他们的项目我们参与 我们的项目也让他们参与 甚至于这个中欧大通道 欧盟也会跟我们合作 还有呢 国家政府 可能有很多对我们不利的地方 但是他们的企业想参与 那可以让他的企业先参与 所以共建的这个含义是很多的 对 现在最重要的是 如果西方的企业想参与 西方的这些政府 他不要拦着企业 因为企业也有发展的诉求 他不要因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主导 自己的价值观外交要拦着他 我看那个参考消息 他有篇从德国杂账翻译的文章 就说德国乃至欧洲的企业 普遍是这个表面上很尊重美国 但实际上不执行美国断购的命令 因为他们觉得不可能离开中国 这是他的一个结论 我觉得很能说明的道理 那企业看得太清楚了 未来在哪里 所以您别看美国出台了这样的法令 那样的法令 包括之前他出台很多遏制的措施 其实还是有一些企业在想 用合适的方法 在想一些渠道 他也要为自己的生存 去做一个努力 看我来讲解的时候 这些词